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一度 今年是在四月中旬在深圳金茂园大酒店进行的比赛 今年的这个比赛是叫华阳体育杯 由深圳华阳公司承办的 应该说这盘的对局双方还是下的挺有味道的 对 而且双方也都是各自队的一个主力的队员 俩人都是在第四台 好 那这个棋呢 我们边说呢 在边聊一下这个团体赛的这个花絮 团体赛呢 最终呢 男子组呢 是通过九轮的这个拼搏 江苏棋院队呢 最终是笑到了最后 那么也就是说江苏区院队呢 第二次就历史上 第二次呢 取得了这个全国冠军的这个宝座 江苏队呢 作为一支强队呢 在九年代初呢 也曾经呢 取得过一次呢 这个全国军 他们应该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队吧 每年都是 江苏是这样 就是说江苏呢 就是说整体来看呢 水平一直不弱 但是呢 也没有达到像广东 上海 河北 就是说团体冠军啊 得的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全国团体锦标赛呢 是从那个啊 广东队夺的最多 广东队又夺了有十多次 那么上海队呢 其次 大概有八九次 然后河北队呢 有五届全国军 所以说这个三家呢 应该说还在团体上呢 显出的比较耀眼的这个光芒 因为它历史上强队 它出的名手也非常多 对 这个应该说在团体赛当中是三大这个抢队 但其他的队呢 就说的 你像火车头队 这个江苏 江苏队 辽宁队 还有我们北京队 因为我们北京队呢 是在一零和一一年 两年呢 那个时候向甲也算锦票赛 对 我们是夺了 就这些队伍是夺了两届 历史上就一共都得了两届 然后还有的队伍呢 是夺过一次 像黑龙江队 那个辽宁队历史上也夺过两次 但是呢 就是那个时候的辽宁队的队员呢 那个气风也比较泼辣啊 就说的这个也很有实力 那这个很多队伍呢 都没有得过这个冠军 像一些象棋不是那么发达的 这个名手不是那么多的 因为他比较难得 对 团体锦标赛有四个人 综合的一个实力 好 那我们再接着摆棋啊 马二进三 这个成明和谢敬呢 这一次呢 说起来也是挺搞笑 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江苏队的主力 但是在第四台呢 相遇 对 这个呢 也是应该说的 根据这个规则呢 这个两个队都没有违规 因为这个象棋协会给大家定的这个规则呢 就是你参加比赛的四个人 如果等级分在一百分之内的 你可以自由调划 这样呢 就是你像谢敬呢 本来是等级分是第一的 在上海对 结果他排在第四台了 对 应该说呢 我觉得可能像因为江苏队这么规定 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是说等级分在一百分之内的 只允许你临近的一台调划 你只能一调二 二调一 或者二调三 三调二 你不能说我第一位的等级分 我调到第四台 这样就有点搞笑了 谢敬他和成明两位棋手 都是这个男子顶尖棋手 这一个圈里的 所以打第四台的话 那个成明的应该说算不错的大师 对 而且他这几年棋应该是挺不错的 今年这个团体赛的夺冠 也是多亏了他这个 第四台一个主力的一个选手 他们是孙云打的第一台 这个孙云应该是在里边是最年轻的 但是让他去第一台去防守去 然后王斌 徐超二三台 然后成明打的第四台 对 他们这个策略还是挺不错的 好 我们再往下摆着齐 我们再说一下 双方是采用的中炮 巡核炮 对平鲁马 平鲁马 黑鲁马7-8 主要是避免鲁马7-2 另外你如果对兵的话 将来黑鲁马下期进入以后 巡核平鲁这样算是出来 对 巡核平鲁这个反击 所以红方要想保持变化 也不肯对兵 这个棋呢 双方往往争斗的焦点就在中路跟三七路 边线就很难涉及到了 对 一般是三七路出一些这个争夺 巡核炮的特点呢 就是红方是稳中带胸 双方容易呢 在中局阶段呢 就形成激烈战斗 因为双方都是两个正马 凡是两个正马的旗呢 往往这个中局的这个战斗呢 就会越发的激烈 比如说一个正马 一个编马的旗 单体马 这种阵型呢 往往就会进攻的速度呢 要慢一些 这也是象棋的一个特点 对 接下来黑方走的是 对 黑方选择象棋进武的 这么一个变化 这个左向右向都可以 这个也没有定论 到底是非右向好 还是非左向好 这个都可以 这个看棋手对这个棋的理解吧 对 红方跳马 这样呢就是红方抢占这个河头阵地 对 黑方就是十六进武补了一手 张老师就这个棋局 就是一般不是红方 黑方都是双横拘吗 以后G1进一 G8进一这么长起来 那是向三进武的气息 向三进武 向七进武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走法吧 对 向七进武呢 就是说的看来这个成名呢 不是 这个谢敬呢 是想出七之胜 对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啊 这个团体赛啊也很紧张 一共是九轮的比赛 但是是在同一个赛场 同一个地点呢连续下 对 其中呢还有两天呢为了这个 其他比赛的这个让路呢 就是有两天是下两轮 应该说大家比较辛苦 这个上海队呢 这次比赛呢 可谓是前面表现的呢 非常的优秀 后背三轮棋啊 整个是变了一个人士了 挺遗憾的 他们前六轮是率先的队伍 对 那个大家可能 反正至少我们这个队里边可能议论 又说这次上海队发挥的还非常好 看来这个谢静芳的第四台啊 这个还有这个包括他们老将啊 这个老万呀万春林啊 下得都不错啊 这个起码是这个前三名是跑不了了 然后看看就是运气更好一点 有可能就是再一次给上海夺了一个冠军 没想到最后三轮棋呢 是接连丢分 对 也挺遗憾的 输给了黑龙江队 还有输给江苏队 最后连前六名呢也没有进去 后来那个我碰到他们那个队员 我说你们这次真的遗憾 他们说水平不够不够 也很谦虚 其实大家水平的都够 对 这个水平都很接近 主要男子这个竞争都太激烈 每盘级都很难下 成名呢 这个选择的这个熊炮呢 是想稳中带胸啊 对 这个谢静呢 是想走的比较呢 这个复杂一些 走的比较生疏的这个起 选择飞七向的 这个旗一般的红方还是走这个 马七进六以后黑方走十六进五 对 这个还是普道 然后红方是选择居一平四 你说的那个双方居是黑方向三进五 居一进居八戟 这样一个旗 这个旗红方一般就不会那么选了 对 红方选居一平四 又是另一种变化 这一次江苏队呢 应该说发挥的也是不错 对 从前面就是比较好 嗯 最后几轮呢 还是咬紧牙关 在这个跟上海队 这个对冲战当中呢 啊 力拔投筹啊 嗯 呃 最后一轮呢 他们又是战胜了这个浙江队啊 对 呃 江苏队呢 还有这么一个这个 可谓也是比较戏剧性的这个变化吧 嗯 江苏队 这个去年呀 也是在全国象甲联赛当中啊 不幸这个降组啊 应该说这个比较的离着五六轮呢 大家就看到了江苏队 今年很危险 最后果然呢 提前那么一两轮吧 就是决定了这个命运 然后今年在这个前方岛啊 打的这个全国象甲预选赛当中呢 这个江苏队呢 也是派出了这个专业队的这个全部人马 但是后来呢 这个出乎大家的意料啊 这个江苏队啊 对这个对阵这个比如说宝定队 还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几个业余队的时候啊 居然发挥的很一般 结果在这个预赛当中啊 才得了第五名还是第六名 没有生达成功 对 就是说本来那个下载联赛预选赛啊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我们北京和河北的经济联队 这肯定要进 江苏队要进 然后其他队呢 比如说像开篮啊 像杭州啊 对来争夺一个名额 结果大家谁也没想到 最后杭州进了两个 然后这个江苏队呢 就早早的脱离了这个第一阵营 最后提前两轮到三轮就没有希望了 就开始输的不应该 可能我觉得跟江苏队的这个排兵不振有关系 另外这个认真的程度可能有点轻敌了 对 可能就有点放松了 总觉得自己水平肯定在那里 结果呢 听这个业内人士说呢 这个回到江苏以后呢 这个江苏区院的这个领导班子 对这事也很重视 好了这次团体赛呢 就对他们要求呢 很严格 对团体赛他们也是 对很不错 发挥自己的真正的实力 反正就说的 我后来这个在团体赛这个期间呢 跟那个江苏队的那个主将嘛 主力之一这个徐超聊呢 徐超说我回去还要做检讨 说的这个 为什么象甲预赛没有升上去 好了 我也跟他这个 就是交谈了几句 反正我觉得就是确实你们可能 当时那个 对于那个状态没有完全提起来 可能在思想上也没有提高那么大的这个认识 那他这一次呢 等于江苏队的全军的是全力以赴 这个将功不过 这个支持后勇 那最终呢又夺得了这个冠军 也确实呢 出乎大多数人的这个意料 大家谁也没有看好江苏队 说的能进这么好的名次 对主要这两年 他的比赛发挥的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对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棋吧 黑方不是了 对 红方这个居屏4 黑方足1进1 这个 这种阵型啊 是这个早期巡转比较喜爱的 这样 对 这个 成名呢 应该说这个先手呢 对这棋育可能也会有一定体会 另外呢 说他们两个人这个棋手这个特点啊 这个成名呢 以往的棋艺风格呢 是比较稳健的啊 后来呢 这个比赛呢 是当时说得了冠军了 这个 这个 江苏队呢 就是 有的这个 棋手呢 可能 打记者问吧 就是编了这些微信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说 据说呢 江苏队呢 徐天宏呢 又重新呢 执掌这个率业 嗯 就是鼓励这个队员们呢 要全力拼搏 后来这个 徐天宏最后 打记者问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们江苏队 来团体赛 是要来拼命的 是要学耻的 然后呢 他说 他说成名的 在家里就表示了 我要打后边的台词 我就去 要做这个 刀副手 啊 果然的成名 在最后三轮 是三连胜 对 这个最后三盘棋啊 很重要啊 团体赛越是往后越重要 因为后边就没棋了 对 江苏队一直在第一阵营 对 嗯 那成名呢 看来也是不如使命啊 呃 应该说这次棋风呢 也是大变啊 那么谢静呢 大家都可能对他更熟悉了 嗯 他是上海队的成员啊 也是胡荣华的官门弟子 但是里边 他们两个 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他那你 你清楚吗 啊 他们两个 他俩应该是都是江苏 江苏泰州人吧 对 他俩 成名和谢静啊 他们两个是同乡 对 对 嗯 他们两个是老乡 应该说从小啊 也比较熟悉 嗯 当然后来呢 成名进了江苏队 这个谢静呢 更早呢 进了上海队 当然这个谢静比较成名 年长几岁 对 这个他们 但是据说呢 他们两个在底下 应该说私交还是不错的 是 两个位都是少年冠军啊 少年赛冠军出来的 嗯 都是这个江苏泰州人 对 应该说这个也是惺惺相惜吧 这个 呃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收看这个象棋的这个精彩队局 呃 走到这儿呢 以往洪方我记得是有 居酒精一的这种做法 嗯 双居先连上 但是黑方也要居于进三 他将来这个编族呢 是一个妙诺 对 这个居呢 等于 一下升到了这个足灵县 啊 以后呢 可以居平二 对 也可以再炮平一 是这么一个作用 黑方这个构思还是挺好的 对 好 不过洪方实际上是选择了 炮平七的走法 嗯 保留对黑方三路线的这个压力啊 对 然后黑方也是掌居 嗯 然后洪方选择的是炮八退一 这步棋呢 好像是 比较恋战啊 他怕对方就炮 居平二对 对 实际上洪方呢 也可以走居酒精一 啊 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态度 如果你居于平二呢 好 就居酒精一长下来 对 你居于平二我就再对掉你 让你居还要再回撤回去 嗯 还是洪方呢 要先手一点 对 这个炮呢 等于是自己呢 就直接退了一步呢 显得有点重复 不过我想他就是 针对黑方这个三路线 嗯 以后平炮不是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呢 嗯 就是重复以后呢 就导致你的速度骂了 对 因此这个旗呢 也可以说黑方在布局阶段呢 还是较为成功的 嗯 他走居平二 他炮再躲 对 再平炮 嗯 好 黑方也就是连续这个手段 他可能不容 不能容忍洪方这个冲击过河 对 进去捉炮 逼着他打出去 然后再制造反击 再拒二层次 应该说这几招旗呢 他能够摆稍微卖的 因为这个大家观众还要看清楚 嗯 这个 他进去捉炮红方也比较大 然后他巨二屏次在强行捉马 这个马你也只能逃啊 对掌区对方巨二屏六又是一个先手 对 这几部 他还有炮上进三 猴拉马 这个棋呢 你也不能他吃了马 吃了马 他巨二屏三都是先手 你来不及去捉取九屏八啊 对 就是黑方这几部棋都是逼迫红方这个走法 让红方呢 这个马要定位啊 对 这儿呢 就是说红方呢 由于这个炮花腿一啊 我觉得这个棋 红方在四处上 太重复了什么 对 红方在进攻的这个线路上啊 有一点 凝重了 就是这个七路线走的这个步数太多了 太重复 所以说给了黑方呢 这个一个反击的这个时期 黑方呢 就可以抓住红方这个重复的 你在这儿就像打仗似的 对 你本来应该直线的 或者说的你适当的迂回一点 对 根据对方的形势 对方还只是走呢 你就自己又回撤了 这样你在动作上就慢了 的确是 黑方这个一路鞠很快的 就走到这个好的位置 等于红方左鞠也没投入战斗 红方只是吃了一个兵 那从战术上来看呢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走 抛弃五打一下 让红方这个阵型呢 有一点尴尬 这样 红方就是补像 对 抛弃精英的时候再进去捉 也是可以 要补像呢 补像 那他这个像反正 你在对方嘴里呢 对方呢 狠一点就给吃掉 对 打掉也是可以的 红方也没什么办法 对 正好捉不死 捉的话 捉不死 他帮我评刺 你精英说他还可以换子 就这样 黑方也去这个下 但是也把你这个中向干掉 对 然后红方这个棋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布置线呀 嗯 出现了一些问题 自己把自己的 这个视像还没有补好 对 所以说 成名呢 是拼得很凶 但是这个从棋的这个计栈树上来看呢 还是出现了一个小的瑕疵吧 对 那实际当中 黑方走狙八平六 这招棋呢 就是想拉住对方 对 我觉得他这也挺好的 这个红方这个巨马 这个怎么会 怎么调整 对 也是可行的 对 这有退居桌 对 有退居桌 还有马八进西登兵 对 这个巨马这被拉住了 很痛苦 看着 那他也没办法 那他先巨鸣八 对 他这时候先出居了 先两居 然后黑方也是选择了金炮 嗯 金炮封柱 因为他想马八进西将来是先手嘛 对 红方实战走抛弃进一号 对 他实战抛弃进一 这个也是一个患子吧 因为你什么时候拉住 我什么时候吃你这边 对 炮鸡精一呢 他也可以 就是说他保证把你这个巨炮呢隔断 对 让你这个炮呢别扭 你要是在炮二退六 太遥远了 对 因为你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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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方可能不能再很好推炮 那黑方实战这种选择呢 就是容易丢过相 对 不过正好是这个棋 红方这个炮七进一的话 是不是有个马三退五 这个棋是不是可以考虑 这个临场当中啊 可能陈铭啊没往这想 他可能刚光想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对 来对治这个炮了 嗯 的确是这样 就这个地方呢 红方有一个简洁的手段 可以回马灯 把黑方这个鞠炮这个锁链啊 打开 他这鞠也不好走了 只能 只能 对 只能锯子退 对 那红方可以把这个相当掉 这是一个决心 对 是一个杀招 只能飞掉 然后红方 我们就简单的说吧 对 不摆了 杀一僵再把你炮吃了 对 你鞠子瓶流也没有用 我可以骂我的意思 正好跳上来 对 我将来事项一捕 那黑方呢 这个棋发展下去呢 他等于 白少一个像 对 应该说这个局势呢 还是受攻的 就是说局势非常不利 所以说刚才黑方呢 这个 这个 可能就是 巨发平六这招其实不好 巨发平六等于是 也是走的有点慢了 对 应该走 正如我们刚才给大家说 金炮打一下 对 那实战当中呢 红方也错过了这个 迅速 简洁占优的这个机会 对 他G908 然后他炮尔进四 我感觉双方都在把焦点 注意到这个鞠马这一块 这一块怎么给他解决呢 这个 古方这个思路好像也挺巧 应该说这个江苏队啊 和这个上海队啊 这场争夺呢 大家很清楚 因为当时两个队都是领先的这个队伍 对 也就意味着这盘棋的这个胜负呢 就是他们两个队之间的胜负 对最终这个冠军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对 所以说这个在 关键的场子当中呢 这个棋手的心态啊 还有技术啊 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总之呢 红方这个地方呢 也是错失了 这么一个比较简洁的这个机会 那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马发进去了啊 这个时候红方把像登了 尽管是吃一个像 但是红方这个位置呢 不如刚才这个理想 对 就黑方也真的飞掉 嗯 然后吃鞠 吃鞠 他本来也可以把它降五平六啊 对 降五平六也可以考虑 应该远离这个炮火啊 嗯 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个门宫 是不怕将来利用的 他落势呢 这个棋形势就是 还是有一点弱了 对 红方下到这个局面 就正好是这个黑方少个像 就是但是黑方好像子力 好像位置还可以吧 对 目前这个棋呢 黑方还不算太要紧 就是黑方要抓住 红方这个阵型呢 暂时没有远好的 这个特点呢 进行反击 他实战走的也可以 居四级一 主要是红方这个三路马太弱了 对 这个马向回走呢 他也容易被捉住 对 回来的时候 这个马七进六什么的 嗯 这都有棋 这是好像也飞不了 像飞他就要登你了 对 飞像就是一马换两像 所以 嗯 目前这个棋呢 应该说还是基本上军事啊 对 不有顾忌 那红方实际上走局八几次 哦 我发现这盘棋成名还是拼得挺凶的 对 从开局一直这儿走得很积极 十辆当中呢 黑方呢 这个棋就处理的有点失调啊 嗯 他呢这个 要去支持了 这个整个动作呢 就慢了 对 十四进五先补了一手 因为这个棋可能 最直观的还是吃掉算了 那这样平炮 他可以不理了吧 反正你要抽我局 我就把你相吃掉 对 而这将一局的话 就十四进五补一手 对 补一手也行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也不好出大动作 因为你炮击平八 他可以降五平四 将来他还把其进五这个反击 对 这个黑方反击也挺快 这可能也只能换掉 那下成这个残局 对 这也成了狙炮的狙马 互有顾忌 我打掉你 因为他将来马亲近九 也有这些狙马冷招 对 马亲近九狙可以回去 将来老将还可以出来 对 这个棋发展下去呢 就是双方形成互有顾忌的残局 尽管红方呢 这个兵种上好一点 但是黑方这个子力快 好 黑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担心 这个棋 这个谢敬呢 按说他的水平是 能够把这个局面控制住的啊 但是他可能临场当中 也有可能想到太多了 对 他走得有点犹豫 十四近五 虎方也还是继续贯彻这个思路 那他这个时候也只能再去吃麻 这种吃麻可能有点变化了 对方可能要先打你 对 不用下几炮 对 他吃了以后 要杀你中相 你下几炮 你杀不过对方 对 对方一沉你炮就是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方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啊 就错失了这个战区 感觉黑方还是挺想保留变化 但这个棋 黑方呢 他本身你残像呢 你的这个 就是后半局呢 会有难度 对 我想着洪光这个三路马太弱了嘛 这个患子不太 因为他马三进四也走不上 因为底下巨八天让人 像他炮九进三 对 这两个巨双炮还挺厉害的 对 所以他实战是出了个将 出将 出将杀棋 先吃底试 对 杀士 那洪光不给他 比较稳健嘛 对 就先补一手 这个也是可以 因为呢 打了这个麻也是洪光斩忧 但是不如这样呢 这个安全 对 这个可以理解 这条棋都可以理解 这个桌 然后他打掉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呢 由于在前面啊 这个措施这个战机 现在呢 他这个也只能去交换这个炮了 对 这时候洪光还挺稳的 飞了个像 因为他如果吃炮的话呢 他觉得丢两个是像 然后他将来有这么一个捉马 对 这个马的位置不对 所以说洪光这会儿飞像呢 倒是必须的 刚才呢 刚才可以直接打 那个像不丢 因为你巨子圈的时候 他有不像 对 现在你不能丢像 丢了石像以后 他巨子圈一捉这个马 就很难逃了 对 这儿洪光呢 把石像圆起来以后呢 可以确保这个多像的优势 并且位置很好 因为说这个旗黑方呢 没有这个反击的机会了 而且后边呢 他就是物质实力丢的太多了 对 这个旗可能黑方是太想保留这个变化 反而让洪光顺势把视像给补好了 对 尤其这个小巷的这个弱点就凸显出来了 所以洪光这个三路马虽然很弱啊 但是一直 一直这个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手段 那么刚才黑方呢 这个 最后的一个机会就应该 狮子进入不走 直接吃吧 对 能够争得军事 还是比较复杂了 由于知识以后呢 速度又放慢了 洪光一炮进去 可以说锁定这个优势了 对 这个旗主要是黑方呢 反击呢 没有方向了 对 我感觉谢静这个 就一直想要打压这个洪光这三路马 所以他这个走法 反而可能走偏了 谢静这盘棋呢 应该说在关键的对决当中呢 下的呢 有一点有失水准 对 按说这个翅膀呢 这种残局 作为这个全冠军级的选手呢 应该能够把握的比较清晰 然后接下来洪光局八尖二一将 当然成明这盘呢 也表现得非常好 八尖二一将 最后的入局呢 也很清晰 只能上降 对 又僵了 僵一军 然后下底泡的僵 因为这个 这个旗呢 他先把这弄 对 他把他的阵型先打散 这个没有必要去吃他这个中式啊 因为洪光有更好的选择 以僵 以知识 这黑方也都是没有办法的 举八腿一 再以僵 对 这都是应手 然后平居 这等于把洪光这个七路的马族呢 就是捉在手里了 对 对 好 这个没有办法 黑方也就赶紧 看看这边有没有攻势 这个动作太慢 对 然后洪光 狙炮呢 没有骑 对 最后一步 跟最后一步骑手 对 狙炮一碰三 把这个马呢 就活着打死了 对 这个短小惊悍的这个对局呢 就就下到这就下完了 红方呢最终取得了胜利 黑方看到这个大紫一丢 并且没有继续下去的这个意义了 就索性这个认负了 对 这盘棋很关键 为双方这个两队 应该说再一次这个祝贺江苏队 对 这个 这个 继这个二十多年以后呢 再次多多一个团体锦标赛的冠军 再次拿到这个男团的冠军 男团那也象征了一个地方的这个综合的实力 对 应该说也非常不容易 那么江苏男儿呢 也是这个支持而厚勇 对 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呢 敢打敢拼 最终呢 是取得了这个更大的突破 上一阶的冠军的老队员呢 现在只有王斌和徐天宏了 那么这一阶又有徐超啊 这个成名两个新队员 好 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的对局讲解呢就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